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温存志讲师为我们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同心学员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 二冲一千年的四月七七 我相信很多东心学员在电视上 有看到大量的奉承 什么事情 川普和习近平 近平人 要说什么事情呢 大家继续 最终 最终这个事情 这是提起 大家要了解国座的输情 不是每天电视上看到 某某人和什么 店老闆 专家专家 孩子发现什么事情 这是一些 在那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 身边要放大 要看到全世界 国际的眼光 再来第二点什么事情 很多 流亡中华民国 的民政党 去向他们宣布 台南庸 台南庸有说了一句话 它是台南庸 它主典台湾 这句话有问题吗 问题在这里 这就是今天 这一句台湾法律 法律台湾 要一开始 向大家做说明 是感慨的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我们的发表 主典 以及立定的时候 我们一定 多多一定要了解 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法律 自乡 以法 以利 来吹到什么 我们的名分 民分 我们有什么样的名分 在法律上的名分 我们才有立场 来讲什么 我们的 事情 昨天才像说 我生云 我家里面 爸爸妈妈 兼儿子 兼儿子 包括我的阿公阿嬷 是不是我家里面 才有立定 参务 运作 我可以去找那些人生 男生 男生 男的家里面 去干涉人家里面的事情吗 可以吗 不可以 像刚才开口之前 当然 我怎么有跟 我分享一些 处理的事情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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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 不一样的 产生 不一样的产业 这三种 不一样的产业的 昆虫 他的生活 形态 都不一样 产业也不一样 可以 产生 干涉 我蚊子 我要做 蚊子的事情 我注定 蚊子 要叫蚊子的事情 来做 还是蚊子 要感谢 蚊子 跟蚊子的事情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蚊子不是蚊子 也不是蚊子 蚊子也不是蚊子 也不是蚊子 蚊子也不是蚊子 也不是蚊子 什么叫蚊子 一般 水垢 放骨子 面上有一些 鸭鸭鸭鸭鸭鸭 这叫做蚊子 一般我们南部的东西 比较了解的就知道了 但是 中部的 有人会听到什么 拼啊 小小吃的 鸭鸭 水垢你放骨你就知道了 这是一些题外话 但是要引渡 给大家说什么 民愤 人家说 一般我们看联署局也好 法律上也好 我要争取法律上 我的民愤 为什么民愤 就是你的权利跟义务 郑南荣是哪里的人 中国 福建省的人 在台湾国 台湾这个都市民党 在战后 三省那么多 每个人分别清楚 到底 我是什么人 这个什么人 什么意思 国籍 国籍 国籍是什么 法律上可以 政策的定位 你的定位 不能说我 欢喜我的生活 我的想法 我就是要改变在法律上 我的民愤 可以吗 不行 不能说我 我对美国 感觉很好 所以我 我是美国人 我去英国 环境很好 国籍很好 所以我是英国人 所以我 国籍 我认同 比利时 所以我是比利时的人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怎么 你要拿正面 你认同 荷兰 你说你喜欢荷兰 所以因此 你是荷兰人 那是什么 你的想法 想法跟法律上的 民愤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简单一个问题 问大家 你是台湾人的 请我拿手 谢谢 请我来 要怎么证明 你是台湾人 各位 你首帧的 证明 是不是这张 是这张 请的牙手 好 放下来 不是的牙手 这张 可以证明 你是台湾人 不是的牙手 谢谢 请的放下来 各位 看清楚 法律 台湾人 重要的 重点 是什么 你的法律 法律 法律 文章 民党的 白杀 欧义 这可以证明 证明 你的身份 我们看民党 写什么 中华民国 国民新闻症 民党有写台湾吗 有没有 没有 有什么记者 在每天上 都说 台湾身份证 甚至 我们来看 那个火轎 听我们看一下 中华民国的火轎 各位 这陣子 很多人 怎么会 出国去了 去 桃园机场 松山机场 出国 出国都拿什么 绿色的 那本的火轎 OK了吗 那本火轎 民党是什么 中华民国 这本的重点 就是在民党 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有些台湾的奖势 这是台湾的 这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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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方 中华民国的领导人 丹水病 生死 将杀去 所以美国 主义时 开始 给他 一个外号 叫什么 麻烦制造者 Troublemaker 日本火轎 本身一开始 国际上好 美国 他要表达 日本 他的看法 就 要买买买了 尤其是 1979年 以为 一和之后 美国的立憲 就是什么 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 对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日本是对这些国家的 一个人在对 其实这本 基本上是 ROC 透过 新加坡 在IC 国际航空的组织 里面 输用 新加坡的代码 来用 来借责 这本 火轎 所以各位 你如果出国 出台湾 应该说出境 不可以说出国 为什么 台湾是什么国家 不是 台湾的定义 目前在国政法来说 战争法来说 它的定义是什么 各位 请你记得 在战争法来说 台湾叫做 占领区 什么占领区 军署占领区 是不是割让区 不是 台湾不是割让区 双区才是割让区 1895年 那个时候 才叫做割让区 为什么 清帝国 跟台日本帝国 两国 战争 战争后 台清帝国的 奉帝 跟台湾配合 包括奉天 这三个 范围 关于是什么 日本天皇 等下 那个马关条约 抓头抓尾 大家看 他抓头开始 大清帝国 大皇帝 大日本帝国 皇帝 为和平所定立的 这个马关条约 他的专名叫什么 西米罗瑞基 treaty treatyAM 无當然 西米罗瑞基 西米罟瑞基 西米罞基 叫日本ll 馬關 中國人 中國人 不知道 比較不瞭解 所以都叫馬關 馬關 其實那個地方 政客的名稱叫什麼 下關 好 那這本 它的內業 我們來看它的內業 它的內業是什麼 台灣啊 各位 你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沒辦法證明 你說裡面是什麼 Republic China 中華民國 裡面有什麼台灣嗎 沒有啊 你只要經過 其他國家的海關 你說你是台灣人 你沒辦法證明啊 所以一些 民眾 會叫美國海關 甚至 其他國家的海關 刁難 不然你拿成功頂 有什麼證明嗎 銀銀銀銀銀什麼 新台銀 銀銀銀銀什麼 中華民國 銀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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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讓他台灣行政長官公處就是在建政法裡面 台灣澎湖列島中國民政府發行的群政命令 在194年1月12日 把所有占領區的人民的國籍 為台日本帝國的國籍改做什麼 中華民國的國籍 1946年1月12號 中華民國有沒有流亡還沒有 就正常的國際法來講 美國跟伊拉克 美國跟阿富汗 甚至是美國跟西班牙戰爭 那些國家跟美國戰爭完之後 還有我們會上看看 伊拉克 阿富汗跟西班牙的人 有因為跟美國戰爭 戰敗了國籍改造美國嗎 有沒有 沒有 將來就 他的中國的占領軍來台灣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 印象最親的是什麼 228 但是這個228是 後面 發生的事情 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 1945年的十月25日 美國 他是透過麥克阿瑟的一號命令 將來 將來就 蔣介石委員長 來台灣 新南群島這個區域 叫什麼 太平洋戰區 辦什麼事情 軍事佔領這件事情 有沒有把台灣澎湖的所有權主權 所以 所以 他叫四五年的十月25 會叫做台灣光復節嗎 不可以 那天 從戰爭法來講 叫什麼 交戰國 軍事佔領日 就是兩個國家 戰爭 戰爭 戰爭的國家 開始什麼 軍事占領的開始 善意佔領 因為1945年 8月15日 日本天皇 向美國總統就是盟軍 唯一的征服者就是美國總統 那時候的美國總統是什麼 杜魯門 導航 所以在1945年的九月初期 在日本的東京灣秘書裡見 麥克阿瑟的主持 崇光潔的參加 簽什麼 投降文書 降府文書就是 投降書 導航的 簽導航書就是1945年的九二號 1945年的十月二十五號 開始什麼 進來 簽領台灣平和新南群島 就是人家說的太平島 這個部分 重點在哪裡 國際戰爭法裡面 最重要的重點 簽領不得宜轉租款 占領不得宜轉主權 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1946年的一月十二號 這個行政命令下去了 也沒有犯罪啊 有犯罪嗎 簽領不得宜轉主權 把土地民黨的人民 國際改造自己的 想要集體合法 去後續 因為中華民國 在1949年的十月份 沒有犯罪 毛澤東所領導的 中國共產黨的 新的中央政府 在北京正式取代 南京政府 當時滅亡 一九四九年的四月二三 四月二十三號 南京政府覆滅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放軍 也 中國共產黨解放軍 正式進入南京政府 不去了 人家在對 裡面的行政官員 撤逃一空 有的跑去成都 有的跑去重慶 李中仁也落跑了 不去了 正常是 南京政府滅亡日期 就是四月二十三號 所以現在就是 一九四九年 流亡出來之後 他在等消息 在十二月初的時候 這麼得到太大 可以來台北市 運作什麼 流亡中華民國的體制 所以在陽明山中山堂有開火 中華民國滅亡了 我們的國家滅亡了 什麼幾個變 我相信很多 東芯學員 你在電視媒體面上 有聽到一個人 在說這件事情 那個人是誰 李後 他說得很清楚 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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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就非常清楚 他的國家沒有了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說 中華民國萬萬歲 因為他如果說 政府在台北市 不知道中華要回去 不知道 但是他這個 台灣這個 土地民進 尖領区 什麼管理 就是以蔣介石為首 持續下來 誰救了蔣介石 韓戰 韓國的戰爭 等一下 開羅宣言裡面 其實 中華 和邱吉爾 和羅斯福 達成一個協議 就是 只要保證 中國 不侵略其他的國家 美國就可能會考慮 把台灣 交給中華民國 但是 毛澤東 在1950年的時候 帶到大量的軍隊和人民 因為條線的 半島 爆破 開始侵異 造成了侵略的事實 所以 做什麼 沒辦法了 其實國際戰爭法來講 台灣 偏偶 南海 新南群老 這個部分 是軍事占領區 可不可以把主權 交給中華民國 不行 因為 土地 所有權人以上 日本天皇 這待會兒 再來做說明 來 我們 這個 荷椒 Passport 這樣就了解了 沒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嗎 沒辦法 可以證明 你是 中國人 China 國際戰爭人士 看這個China是中國 所以你沒辦法說我是台灣人 你如果一直拿到日本 這是台灣護照 我是台灣人 國際上的怎麼認定 你在說謊 而且是 大聲公開的說謊 你明明是中國人 你怎麼會講你是台灣人 你要拿出法理的文件 你要拿出正確的 你沒辦法證明 好 我們護照這個看到這裡 謝謝 那這一本 護照跟身份證 有沒有辦法進去聯合國總部啊 來我們看一下影片 最近網路上正傳無法使用中華民國護照 進聯合國 最近網路上正傳無法使用中華民國護照 進聯合國參觀 蘋果日報的記者 今天來到了聯合國總部 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實際測試看看 到底能不能進去 走 對 你們與眾哪有天有信 沒有台灣的印尼 為何 中國真的沒有制動 所以他們已經 könntenopen 使用 沒有人的印尼 他們說 政府說 the UN 這些抓捕 中國的帶領 所以我們暫暫的印尼 所以我們把台灣的印尼 能取得更多 你我們愛另外一個印尼 你還有一個印尼 I.A.D. by the Taiwan I.D. 我不是說 It's the dumbest thing I've ever heard in my life It's stupid I mean So when started Oh you've been like that for a long time Long time? Yeah Last year I would say more than that I would say like 5 years 5 years But I think I 2014 I have been in Yeah I can't tell you who would deal with that And what they did But That's the case now I don't know how long ago it's been implemented So maybe 5 years Maybe it was implemented but not really enforced And then they got mad And it's really enforced I don't know But right now I've been saying I've seen at least 20 Taiwan passports And I said no Where can you buy a ticket to go inside? Nowhere Yeah If you can't buy it It's free to go in You can't buy it So it's free to leave? Yeah Just go in No You need to get a pass over here By showing me an ID Okay Show me an ID over here and get a pass Okay How can I refund the ticket? You know If I can inside so I'll get it 記者剛剛就是拿著中華民國護照 試圖要建議 但是在門口就被首位躺下來了 而蘋果記者向聯合國求證 秘書長發言人杜嘉里柯回信 表示 公民成員要進入聯合國大樓 必須要出示聯合國會員國政府 和發的證件 It's the dumbest thing I've ever heard in my life 好 OK 大家清楚一個問題 我們社會在外面 我們可以冒充別人的身份 到銀行開戶 可不可以 明明我姓溫 然後我拿 林先生的身份證 跟他的存款簿 然後到銀行說 這個是我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行 中華民國 China 其實聯合國會員國的 他的席次 他上面並沒有寫Report of China 而是只是寫著 C H I N A China這個席次 這個其次 現在作者是誰啊 民政責任 是政府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坐在民政 從頂期開始 1972年開始 政府跟政府的代表 金紀電合國2758號決議員 民文的規定 和割議 要把政府跟所有的代表 為China這個石頭 掛出去 誰要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去坐 當然這件事情 之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修權 在聯合國 參 很多 這些聯合國的代表 跟他們做說明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不是流亡在台灣島上的中華民國 所以這版本 這些 演習後來 全世界都知道 合法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不是中華民國 所以到最後 美國 他就是什麼 停中華民國 停到中期 1978年的12月31號 吉米卡特 就開始 決定和流亡在台北市的中華民國 斷交 所以在1979年的4月份 由美國國會三讀通過 台灣關係法 去接續什麼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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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定期結束 1980年 才結束 所以這 台灣關係法衍生出來什麼問題 軍售的問題 軍售的什麼問題 開菜單 先進武器 但是什麼 那差不多要淘汰了 甚至先進的武器 有要讓現在流亡在台灣島上的中國 中國 占領軍 這些流下來 這些人給他們使用嗎 不行 因為ECFA 2010年的629號 簽訂之後 中國 跟完全流亡在台灣多數的中華民國 沒有要戰爭啊 ECFA 關鍵的一點 沒有要戰爭什麼 中國跟 Chinese Taipei 會暗度成長嗎 美國弄到先進武器 頭頭的把技術 套過暗度成長的方向 讓中華民國知道 絕對會 我們各位都看到 很多 多多的地 台灣都市民黨 ROC 鐵英國的這些中領 都在哪裡 都在中國 朝拜啊 我先去他們周圍開花 這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台灣關係法 Make available 這些菜單 三六千 各位 每一個人都有六到錢 所以為什麼 萬萬歲怎麼來 萬萬歲就是那些稅金 都落去 買這些 美國人要淘汰 F-22 跟F-35B 會輪得到 在台灣的這些 中國軍來使用嗎 中華民國ROC這些軍隊使用嗎 輪不到 各位 各位 看到這些電視新聞 不是在我們技術當中 技術當中 這些先進武器 都在哪裡 美國人 美國的軍人在駕駛使用 F-22 它也不會停在台灣 它停在哪裡 關島 各個法律的為改 還要給它 自然法則 每一個人沒有辦法去抵抗 以及違背 運轉 自轉 公轉 包括人的生命 生老病死 有沒有人可以抵抗 人 就算只有聰明才智 你也沒辦法違背耶和華的安排 聖經裡面的真言 說得很清楚 你有聰明智慧 以及謀略 都不可以違背耶和華 都說得很清楚 自然法 還有 萬國公法和國際戰爭法 是從自然法的根基衍生過來 變成全世界要來共同遵守 所以 拿破崙在1830年 那時候 戰爭 陷入就是他的 土地都他的 這個觀念就沒了 尤其 全世界都共識 用萬國共法 來保護自己的國家 後續 美國 美利堅合眾國 甚至是 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的憲法 都是以什麼 萬國公法做根基 來訂定的 巴黎合約 下官條約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這些的國際條約 都是經濟什麼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和主原法 在經濟所定義的 所以 每一個 各站 上下站 這站 都要順手頂站 沒有一個可以勞告 甚至是美國的憲法 英國的憲法 每一個憲法 一百 九十幾個國家的 各國憲法 都要依照 國際的條約 萬國公法 政政法 和主原法 都要 依照做基礎 要遵守 沒有條件 要遵守 沒有說 我有條件 我可以不要遵守 不要遵守 你就慘了 你可以叫做 國際制裁 開羅宣言 正常有在說 一些主張 單獨立的 這些領導人 中國已經 承認開羅宣言 各位 要維持到 國際 的 秩序 最重要的是 什麼做 約束 是 雖然 還是 條約 所以這個 非常重要 破製欄 八十七公報 上海公報 中美建交公報 降服 文書 這些都是 片面的 基本上都是要依 國際法 為主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今天 有一個 重要的一項 就是什麼 但民政務在 3月31號 我發佈的一項 說過 裡面 該稅文 請大家 下課 像官網 去看 裡面 說到 拜 高等法院 美國高等法院 對於 宣誓判決的 一些 結論 都在上面 大家要慢慢看 但是重點呢 今天 他說 台灣戰爭 違固的 三百四十七 定罪紀念 要跟大家說明什麼 戰爭追 沒有追訴期 重點在這裡 1975年 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 武教堂 到航 水昂 美軍派到 將軍事占領台灣 1975年 發生 中國軍隊 逃殺 日本 其民 住在台灣的 日本居民 大日本帝國的 臣民 他還 留在 台灣島上 就是福爾摩莎 Anspectadores 包括 琉球級的 三十多個人 就是 震驚全球的 228 精英屠殺的事件 這是 中國人 對當時 日本人 包括 本土丹人 跟琉球人的 洞 沖縄 台灣 跟沖縄 有 共同的名字 包括 北方四島 所以 在新台灣論 裡面 有重要的 重點 還有 這本書一定要請回看 這本書 新台灣論 我現在拿的是下策 我們還有上策 我們要尊重 要支持 不可以讓中國人 亂改稅 投票 政政策的出法 歷史上 日本人 在台灣 都市民庁 最多三的 有兩百的紀錄 頭像是什麼 日本的民地的政府 在1967年 五月搜尋 和七月搜尋 一百七二年的十月十五日後 已經生為 流球的保護國的立場 在一百七一 十二月搜尋 就是在 屏東的牡丹箱 有一個順 被鳳台 去掃到 漂流去牡丹箱 被當時牡丹社誤認為漢人 然後押解到雙溪口 就是現在的 屏東牡丹箱十門村的 茄之路 漢人村莊索取什麼 淑金 這淑金拿不到 就把這五十四的 流球歐國的 宮古島的島民 跟殺害 所以 民治政府 執行懲罰性的軍事行動 要做什麼 討回公道 前後差不多多久 一八七四年 一九四七年 在日本台灣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 是中國軍事占領當局 違反國際法規 未承擔 及履行其應保護佔領地 人民和財產的義務 政政法裡面 有一個重點 就是 尖領方 和被尖領方 政學者 和被政學者 之 兩方面 之間 管理和義務 管理是他尖領 但是義務是什麼 尖領方 政學者 必須要保護 尖領區 人民 生活的平安 和幸福 但是 中國的尖領軍 有尊須嗎 沒有 前途做 對當時 日本台灣領土上的 日本國民進行 屠殺 還有什麼 劫財 所以 夾收 夾收 手夾 其中有三十多的 是 住在哪裡 街人 和 合并島 這個所在 沃キナワ的人 因為被中國軍人 誤認為 本土貪人 就是 所以遭到殺害 六十三年後的 日本人終於 驚覺到 過去的沉默 是錯誤 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六十三年後 現在的 日本人才知道 這篇文章是 義工一空年 必須長 所研究下出 義工一空年 八月十三 主席部報道 基隆和平島的漁港 早年有很多 琉球漁民的落戶 人數最多 有五百多人 是台灣 北部地區最大 琉球人的聚落 當年 和平島海邊 是228發生的 地區之一 當地的琉球人 也受到波及身亡 這早上我們不知道 去利亞 用毒氣攻擊 美國跟聯合國 國安 那個 安理會 也什麼 準備要付出行動 現在 日本的沖繩縣 為紀念 在228事件中 罹難的流球人 計畫在和平島 興建什麼 228事件 流球人 訓難紀念碑 接受日本沖繩縣政府的委託 來台的沖繩縣議會議員 當兼聖夫 托馬 摩利歐 在2010年的812號 前往和平島公園 勘察 建碑 適當的地點時強調 日本人不是要尋 尋 什麼 尋救恨 就是不是來找 找舊的這些玩笑 但是 這些事情 終究是事實 當兼聖夫議員 於8月15號 發表 與台灣之交流促進之 台灣市場報告文中 提到 二八事件 是日本停戰 兩年後 之1947年 當時 蔣介石所領導之 中國國民黨 對自己國民之 虐殺事件 有問題嗎 共臺的 是占領苦的人民 不是政負者 所以現在有南作會 犧牲 這些當中 也包括 日本人和 流球 有關的人 譬如中有提示 當兼聖夫議員 您誤會了 您嚴重錯誤的理解了 第一 中國軍事占領當局 在二八事件所屠殺的 並非其自己的國民 也就是中國人 是包括台灣裔 琉球裔跟大和裔的 日本國民 躺在台灣也好 沖縄也好 甚至是現在躺在 日本 全部都是什麼 台日本帝國的人 只是說因為 和平憲法的關係 分開來 我們在哪裡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個架構下 被美國軍事佔領的佔領區 那聯合國 當時託管哪裡 琉球 所以這方面大家 好笑的來做睡眠 基本台上 台灣人 琉球人 跟日本人 全部都合作 在二八事件 第二 中國佔領當局 所觸犯的 並非可行私下和解的民事恩怨 政政法 跟一般的民事 行事的案件 有一樣嗎 沒有一樣 這是適合國際政政法的案件 是適合什麼 政政罪 所以 我們就說 台灣民政府 如何成立 台灣民政府就是 依照 政政法 由占領區的人民 所造成的 民事政府 civil government 叫什麼 台灣民政府 全民叫做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為什麼是美國民政府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根據什麼 憑什麼 舊金商和平條約的23條A款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美國是哪 主要佔領全國 根據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rticle 23 23條A款 所以 這方面 每個條款 各位 我各位大家 我們研究 國際條約的時候 要用什麼 用英義去了解英義 千萬五湯用 中國的市民告財 日本放棄台灣 No 就今天和平條約第二條的B款 Japan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 To Formosa and Spesodores 什麼意思 日本政府的 金馬街的日本政府 是和平憲法架構的日本政府 放棄對台灣澎湖的管轄權 每當灌籃不能管我們 但是 土地所有權 跟保護這片土地的 主權義務 還在不在 在 就讓小孩子長大了 出去他自己管理自己 但是小孩子跟爸爸媽媽之間的那個義務關係 有沒有因為小孩子搬走了 而消滅 沒有 主權義務也是一樣 主權 管理權 沒了 因為被 美國軍事佔領的佔領 佔領權利跟佔領義務取走 就是佔領權 取走管理權 所以 留下什麼 主權義務 就是要保護台灣澎湖的安全 OK 台灣民政府就是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台灣civil government 不是政黨 我們是政府 很清楚 government 政黨是怎麼寫 party 像 民進黨 它前面要叫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黨章第一條 台灣是主權的獨立國家 名字叫 中華民國 黨章誰寫的 林卓水寫的 所以 民進黨 綁在哪裡 中華民國 所以沒有中華民國 民進黨會不會消滅 一定會消滅 所以 民主進步黨 再怎麼樣都要保護 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 所以 出賣台灣人的是誰 民主進步黨 他執政有沒有 愛台灣 很愛 很愛每個人的錢 甚至什麼 想要永久 佔領 永久代表ROC 統治台灣 甚至違背戰爭法做了很多事情 這慢慢陸陸續續 你根據台灣法理 在法理台灣的 主張 角度 立場 你可以去驗證很多事情 是違反法理的 OK 日本沖繩縣的政府太客氣了喔 中國軍事占領當局所觸犯的不是民事恩怨喔 是在戰後和平條約締結前什麼時候 1951年的9月8號什麼事情呢 1951年的9月8號什麼事情呢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簽訂的日期 在這個簽訂和平條約之前 還在戰爭狀態 還沒有簽和平條約喔 是違反國際戰爭法 是什麼 沒有時效的限制 看到喔 違反國際戰爭法犯的什麼罪 戰爭罪 有沒有追訴期 沒有追訴期 所以呢 必須追究到底的戰爭罪行 所以我們要回問 當兼勝負的議員 您誤會了 錯誤理解了 那當然秘書長引用法理 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來跟你做說明 日本沖繩縣政府也是很客氣 認為只要立碑紀念 算是替韓冤訓難者討為公道 從此什麼 應免恩仇 人和人之間 國家和國家之間 有大的緩衝 人死去什麼 一般人都說什麼 人死去什麼 台台的 台灣人就是像這樣 日本人 戰敗導航啊 當然人也是戰敗導航啊 就是什麼 家庭 疑很假的 我們本來 我們是戰敗導航 沒錯 但是戰敗導航 占領苦人民 有沒有人權 有基本的天賦人權 不可以因為這樣而被壓制 甚至不能來什麼 爭取 所以這方面 來齁 不是說 騎一個 筆 就能記念 說 萬事有便 那就算了 因為戰情罪 你看 前德國納粹的黨員 也無需因屠殺猶太人 一輩子逃避猶太人的追棄 可以嗎 不行啊 同樣的 前薩爾維亞總統 米洛塞維奇 也無需因種族進化 科索沃的戰爭罪 死於 荷蘭海牙國際犯罪法庭 監獄中 薩爾維亞前總統 米洛塞維奇 死掉了 死在戰爭罪的 國際犯罪法庭的監獄裡面 死掉了 戰爭罪 不用死嗎 還是要啊 有一個有名的 九十幾歲 德國的納粹女兵 後來被查出來了 九十幾歲 照理講是不要關對不對 因為戰爭罪 抓去關 各位你可以在網路上 日本路上去查到這個案件 九十幾歲 一個德國納粹的阿嬤 被抓去關 因為她是做納粹的女兵 什麼原因 戰爭罪 屠殺猶太人 這個是戰爭罪 軍事佔領 你不可以屠殺佔領區人民 反而是要因為遵守戰爭法 要保護佔領區人民的平安 幸福跟生命財產的安全 違反了就是違反戰爭罪 當兼聖夫議員 您身為日本 不能不了解歷史 對不對 對 日本對於1871年的牡丹社事件 在琉球王國的球員之下 以保護國的立場出兵台灣 為琉球人討回公道 日本呢 於1919年才完成琉球領土的編入 這幾個新台灣論 在新台灣上冊 各位再去翻 琉球的領土的論述 而日本也於1945年4月1日 完成台灣領土的編入 所以建構完整的台灣主權 是誰建立的 日本天皇 不是親帝國 等下也會跟大家做說明 因此 沖繩縣政府除了立碑紀念外 是否應結合台灣平民政府 台灣平民政府是哪裡 台灣民政府 因為美國軍事政府 他的是主授權單位 底下是誰 國安參謀聯席會 再來是誰 台灣民政府 台灣平民政府 台灣民事政府 那美國要求是 他認為美國軍事政府變成美國軍政府 那我們呢 台灣平民政府 台灣民事政府 簡稱台灣民政府 那誰是主要授權 美國軍事政府 他上面是誰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底下有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在哪裡 五角大廈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 是美國國防部底下 的一個組織 美國軍事政府 不是 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 很多人都講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不是ROC的 ROC他的 他現在 蔡英文所領導的 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 其實基本上 在海牙的法院 在2015年的時候 已經給他一個充分的定義 叫做什麼 台灣 Authority of China 來自中國的台灣 當局 當局喔 台灣 Authority of China 所以那個China 可不可以丟掉 不能丟掉 因為它跟中國是一樣的 同一國 不能說台灣 Authority of 福爾摩沙 不行 因為它就是China 什麼時候來的 1945年 10月25號 就已經來了 1949年 10月份 變成流亡政府 所以這個China 永遠就貼在上面 即使是 蔡英文 如果她可以表示 她的法理文件 是本土台灣人 也是因為 她效忠 流亡中華民國的憲法 她也不是 本土台灣人 也不是 無國籍的台灣人 這一點要很清楚 你的效忠 代表你的 國籍 真的很重要一點 比照187年12月 所發生的牡丹色事件 在1952年4月28號後 這是什麼日期 究竟讓和平條約的生效日 因為和平條約的生效呢 恢復為主權國家的日本 這個就是和平憲法 跟原來的大日本帝國的 日本政府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那個是帝國政府 現在這個日本政府 是和平憲法架構下的日本 也就是究竟讓和平條約 第二條B款講的 Japan 他這個Japan不是原來的 Empire of Japan 而是和平條約生效後的 這個 日本是和平憲法的日本 不是帝國政府 OK 很重 比較深一點 這應該是高級幫他搶的 所以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一起對琉球及台灣的主權義務 向國際法庭提出控訴 為在228事件中 因中國佔領當局 違反 國際法 遭受屠殺或誤殺的台灣裔跟 琉球裔的日本國民討回公道 這個日本是哪個日本 大日本帝國的日本 那為什麼日本政府要幫他 討回公道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清楚 討回公道 立場在哪裡 違反國際法 一樣啊 要比照啊 為什麼 現在的日本政府是 台灣跟琉球的保護國 那有沒有看懂 有沒有看懂 我們尖鳴庫 日本政府對尖鳴庫 美國的尖鳴庫的台灣 沃克娜娃 還有什麼 保護的 義務 所以等於 跟當時的牡丹色事件 所發生的問題一樣 有沒有 琉球的人 被 屏東牡丹色的人殺害了 那 日本跟琉球的王國之間 那個保護國的關係 是不是也是同樣的立場 要來 為台灣跟沃克娜娃的 大日本帝國的國民 討回公道 同樣的道理 所以教諸 牡丹色事件 日本政府出面追究 228事件 更有什麼 正當性 他民進政府就是台灣Civil Government 國安參謀聯席會議的國際法專家 願意代勞 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訴訟 所以這 大家看一下就好 和平條約生效前 戰爭停止之後 無論是交戰 或者是停戰 甚至戰爭時刻 所有軍事行動都受制於什麼 國際法 國際法官條 所有軍事行動都要遵守什麼 國際法 二次世界大戰 所有交戰期的戰犯 都已經受到懲罰 唯獨停戰期的戰犯 跟後繼者 是唯一 逍遙於國際法外 未受到制裁 中華民國東京 有受到制裁嗎 有啊沒有 沒有 逍遙法外 現在又 人家說 很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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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很懲罰 被害方無反省 謝罪 被害方卻寬恕和解 姑息養姦 我們大家 覺得 要求他反省 要嚇嘴 怎麼嚇嘴 別說 自己自受 尽限你增情罪 接受 國際法定的制裁 你這個就是謝罪 我們被害方 我們是被減女區 被情負債 要放閃 全容 那些人 情感傷 但是反罪 要依啥 反禮 你雖然正感像 你要和他要寬恕他 但是法律上 国际政策这种政策的行为 这是国际法 所不允许 来什么宽恕 不允许宽恕 犯了战争罪即使怎么样 你就是要服罪 要服法 没人说我原谅你就没事了 国际战争罪是国际法的罪 这是要国际法来解决 不是说我原谅你的 所以我立个碑 没事了 你弄个赔偿亲就没事了 没有 战争罪没有追溯起 这个是这一篇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形同默认加害者犯行的正当性 他不会犯罪啊 不会犯罪 结果我们被害者 算得宽恕和和解 大家就知道 两方便 犯罪和受害者 你如果和解了 什么定义没事情 你让派人 犯罪 让他逍遥法外 尽管的正义 有温宿 有没有允许 不允许 像一些犯罪的人 人的孩子带去 带去外面 在外国 桌子拿来 把头子留起来 这样就没罪了 其他孩子怎么办 他这样做 有公平吗 有正义吗 所以法律上 要 人犯到正义 不能说 我给你 私底下 何解 就算了 不可以 所以 纪念 以拜 思考最好的方式 不是为 受难者 立悲 它是 最反省者 定罪 要纪念228 就是定了 中华民国犯下 战争罪的罪行 这才是 纪念228 最好的方式 战争罪 没有罪数期 没有 战争罪 没有罪数期 我们看一下 那个 公告 2017年 3月31号 这个公告 那个 等一下晚一点来看 因为我们那个 同心要出去 我还点 战争罪 永远没有追溯期 双重台湾的认定 因为我们说 法律台湾 兄弟是什么 政敌台湾 这个政敌台湾 就是 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会 所定理的 台湾关系法 架构下 这个政治台湾 它不能代表 法理台湾 法理上的台湾 跟 政治上 在管理的 这个台湾 不一样 政治台湾 是以 征服者 的立场 征服者的角度 管理 占领区 的 这个 机制 就是政治台湾 但是 法理台湾是什么 回复 法理层面 真实的 台湾 就是在 法律上 国际法上 正确的 台湾 就是法理台湾 路透社 记者在越南 河内报道 美国的国务部长 跟中国国务部长 会谈之后 对媒体的记者说 美国国务部不会做 有关台湾军售的决定 事实上 台湾军售是由国会 跟政治领袖们 所做的政治决定 军售 是国会跟政治领袖 做的 跟国务部的关系 没有 国务部 其实 属于最终 全部讲到 美国 所有重要的 政策 为何 军事 关系 会被本质上次 政治决定的 台湾军售所 加持 很奇怪 不应该 政治城市的问题 跟法理层次 有关系 没有 美国 你均受 中国国民党政权 是一个政治的决定 就是现在 政治台湾 现在想去接受 中华民国的 民主进步党 跟中国国民党 同样一个架构 时代力量 是不是 也是 清明党 新党 通通效忠什么 流亡的中华民国 台独 这些台独组织 效忠谁 中华民国 就是 定义叫什么 中国台独 他本身是 中国人 却在占领区 主张占领区 要独立 越权 越过什么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 日本天皇 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 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 有责任 询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 正常化 日本天皇 凭什么 有台湾的 所有权 下关条约 美国总统 握有台湾的占领权 凭什么 旧金山和平条约 这待会再来看 美国第七艰队 它的军队放在哪里 核心 在现在日本 恒须贺美国的海军基地 在这个地方 初次见面 南岛 乔政华盛顿航空母舰 南岛 乔政华盛顿航空母舰 有好笑吗 台湾总统 看清楚他拿什么证书 中华民国总统的当选证书 明天还挂这些旗帜 台湾有没有国旗 台湾有没有加入联合国 没有 中国整个领土 有没有包括台湾 有没有 有啦 海南岛 这边没有啊 空白啊 ROC就是这整片 只是这一个 现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那原来的 恰恋白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了 掀起来变中国共产党 所以难民要回归中国 只要他没有意愿 他就是要回去 中国的内政 他是台湾人 蔡英文是台湾人吗 他没有证明 没有看到证明啊 如何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你首先要提出 爸爸这边跟妈妈这边 双方的父母 追溯到1945年9月2号以前 你可以证明 那时候可以拿到 台湾总督府的户籍腾本 为什么我没有讲日治腾本 日治腾本 正确的法理文称 名称 因为日本天皇 根据万国公法的SOP 建立了完整的台湾处权 根据万国公法的流程 他还帮台湾 澎湖建立了什么 户籍的制度 调查了很多 各个家家户户 户长是谁 他的太太是谁 小孩子是谁 甚至他种牛豆的记录 有天花的记录 甚至有吸鸦片的记录 通通都有记录在上面 从哪里来 原先它是熟翻 还是生翻 还是讲福建的画的平谱 还是讲广东画的平谱 都写得很清楚 这也像什么 北海道艾努族 一样也是 有户籍腾本土地的登记书 所以这都是什么 法理的文件 你要拿出台湾总督府的 户籍腾本 可以证明什么 在大日本帝国的统治下 那个时候 已经在台湾了 才能证明你是什么 本土台湾人 这是福尔摩神 这是日本台湾人 为什么叫日本台湾人 日本天皇 保有台湾所有权 这个土地上的人民 你归属于这个土地上的 土生土长的人 才能叫什么 日本台湾人 这是福尔摩神 OK EGFA统一中国 真的 两边不再打仗了 海基会跟海协会 是什么 中国的内政 跟台湾没有关系 还记得吧 他们1949年12月初 流亡来这个地方 跟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去印度的达兰沙拉 那个城市 有没有同样性质 有 那印度人会不会去选 西藏的总理 土伯的总理 有没有 没有啊 土伯的总理 有没有对印度人 征兵征税 有没有 没有耶 相对的 土伯的西藏流亡政府 达兰沙拉那个 西藏流亡政府 要什么 每年要交租金交给这个 印度政府 谁出钱 美国 这是大家记得 台湾这片土地上 台湾这片土地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要禁忌国际教育 要清楚来 军事占领 国际团 这个案件 要处理好 把全部这个 军事占领的 这个 令令 完全交接 可以让台湾民政府 来出台 这个时候 军事政府的 军事占领 才有结束 这个战争法的流程 里面很重要一点 就是 军事政府的 军事占领 要结束什么时候 完全由 当地的民政府 可以取代的时候 军事政府的占领 才会结束 在哪里看得到 伊拉克 来 台湾民政府宣布 四项中华民国当局 犯的罪 是属于什么 国际法理里面的 战争罪 ROC宣布 1945年10月25号 叫什么 台湾功夫节 这个是 战情罪 第一条 战口的叫什么 交战国军事占领日 所以他宣布 台湾 是战 战领还是战白 战白 还是战领 来我问一下 台湾战领的牙手 台湾战胜的请举手 战败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OK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我们读了 读苹果理论的 中国殖民教材 中国殖民教材 它是要教谁 教流亡的中国人 读书 他有没有另外 编一套 给占领区人民读的书 有没有 没有 他在1946年的1月12号 通通国籍 把你改掉 然后教材 通通用他们的 造成什么 我们身体是 日本贪人 本土贪人 脑袋瓜装的什么东西 中国人的思想 这样有没有精神分裂 就像一个人 他明明是男生 他脑袋里面说 我是女人 所以我要穿女人的衣服 明明你有脑袋 你就整个人看的是 黑肚子 结果你穿女装 你走去外面会不会有问题 你说那个人这样 可以吗 可以了 现在的台湾人就是这样 明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你的证明也出来 你的法理文件 你可以拿到台湾总督服 爸爸妈妈双方 你会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结果你说 你的祖先是中国人 当然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这不败 对来说 战败的台湾 哪里来的光复节 战败的土地 管理权要交出来了 你有没有光复 没有啊 就没了 但是收益款又是谁 日本天皇那里 日本天皇那里 不能管啊 但是管的人是 占领军来管 占领方 征服者来管 占领区 但是占领区的所有权 有没有丢掉 没有 还在 所以不能叫光复节 ROC1946年1月12号 集体规划的中华民国国籍 有没有违反 违反啊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ROC在1949年12月开始 对台湾朋友地区 男性实施什么 强制征兵的制度 没当 坏一个比喻 美国在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对伊拉克的地区 实施征兵制 可以吗 然后变成 所有的人民 都变成美国的国籍 可以吗 不行啊 所以这有没有犯罪 都犯罪了 战争法里面 战阶法里面 占领区的占领军 对占领区的人民的 生命财产 必须付有什么 保护 幸福跟平安的义务 结果什么 公然抢夺日本 台湾的国产 哪个国产 大日本帝国的财产 跟人民的土地 用一块给你买 你买人间蒸发上 连正东 大家知道 他有保护什么 连战 没有经商 可是他的财产 世界富豪 有排名 他的爸爸是谁 林正东 康匆来 林爷爷你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了 当时流亡来台湾 空手来 变好业人回去 林爷爷你回来了 中国什么 中国国民党的失常 跟他个人的财产 战争罪 对这张 民国35年 谁的年号 中国人的面号 公元几年 很简单 35 加1911 多少 1946 来我问各位 这个问题 脑筋几转弯 各位 你现在是五年级的 车牙手 六年级的车牙手 七年级的车牙手 八年级的车牙手 OK 各位 你这个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是什么概念 民国五十几年 民国六十几年 民国七十几年 民国八十几年 叫做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NO 各位 你是什么人 中国人吗 你是中国人的 潜举手 台湾人的潜举手 OK 请放下 既然你是说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用 中国的年份 代表你的名份 身份 名份 搞错了 国籍认同 搞错了 我们就明明知道 我们是本土丹人 我们要用中国人的年级 有问题吗 错误了 错乱了 像我们城区顶 走的收拾 我们回去 这段收拾 可以去开 界边的门吗 我们手上拿的钥匙 出门前出发 我们包括我们车子 摩托车的机车 大门的钥匙 房间的钥匙 可不可以去开别人的 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也不可以去开 那为什么我们讲 我们是隔壁的人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我们城区顶的收拾 DNA解码 我们城区顶就已经证明 我们是本土丹人 日本台湾人 是日本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军事占领区的 本土台湾人 为什么我们的脑袋里面 思想里面 还有占领军 他们的身份认同 有没有问题 我们不是征服者 我们也不是占领方 我们是被征服者 我们是被征服者 被占领方 两方面不同人 不同的立场 为什么我们变成 占领方 因为他透过 读苹果理论的 思想教育 让我们变成 他们这边 企图什么 他的意图就是要 把占领区的人民 消灭掉 这有没有很恐怖 非常恐怖 种族的消灭 语言的消灭 国家认同 国家效忠的概念 都被消灭掉了 各位 你今天也没来听法理 你知道你是日本人吗 不知道 甚至是依日本人为羞耻 为什么 中国的殖民教材 告诉我们 南京大屠杀 是日本人做的 各位你知道吗 南京大屠杀是假的 他透过摄影技巧 影片的剪接 甚至是捏造 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假象 透过世界媒体的宣导 连美国连英国 都被改变了 原先是支持 大日本帝国 平定中国的内战 三次进出中国 把他洗脑了 美国改变立场 抵制日本帝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有一个国际的组织 叫什么 国际联盟 它就是像现在的联合国一样 全世界有51个国家 是国际联盟的成员 当时军事的力量 第一强的是谁 日本帝国 美国排第几名 排第三名 那世界维和的 维持和平军队的力量 要由哪一个国家来出兵 跟现在联合国一样 谁军事武力最强 美国 所以当然由美国出兵 担任什么 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由美国安理会 授权 那日本帝国当然 它要什么 维持它隔壁国家的安全 当时中国有三个 四个 有四个政府 暧昧不明 其实最主要的 中华民国政府是谁 汪精卫汪兆明所领导的 南京政府 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的政府 其他什么 叛军 在四川重庆的蒋介石 国民政府 叛军 在延安的共产党政府 毛泽东领导的 叛军 那在东北的满洲国 各位 满洲国在二战前 它有23个国家 国际上 有51个国家 有23个国家 跟满洲国 有正式正常的邦交关系 所以中国殖民教材跟我们讲的 魏满洲国 那是国民政府不承认的 为什么 因为孙文把孙艺仙 就是孙艺仙先生 他把政权交给王兆明 王秦瑞 蒋介石不高兴 所以叫做什么 魏南京政府 前面加个魏 虚魏的魏 代表他不承认 但是实际上 那就是 大东亚共荣圈的时候 南京政府 各位 跟谁宣战 你还知道吗 来我问各位好了 中华民国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对美国英国宣战的 请举手 请放下 对美国英国 中华民国是同盟国的 请举手 请放下 各位 事实 熟悉是什么 中华民国的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是对美国跟英国宣战的 跟中国国民党所 教材的不一样 因为他是国民政府 林森 做国民政府的主席 蒋介石是什么职务 行政院长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查台湾人民元系我国国民 马关条约下关条约 就已经跟 台湾偏偶的人民交给日本天皇 根据条约 怎么会敌人侵略 丧失国籍 这都黑白色 这你想想就好了 对一个单位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就是台湾澎湖列岛 中国民政府 军政府是谁 警备总司令部 陈宜 这就来228六 该做什么 台湾省政府的单位 这个就是台湾民政府 这个中 就是台湾澎湖列岛 中国民政府 他们的法官 大法官已经公开承认 台湾人民是什么 大日本帝国国籍的日本人 Dr.Paul Mets 这是他所提供的资料 大法官愿解制定3078号解释 1946年的1月25号 还记得吗 1月12号 改变国籍 1月25号 Dr.Paul提供这个资料 司法院解释汇编第四册 2688页相关法条 中华民国刑法第三条 24.0101 惩治汉奸条例 关于汉奸罪行 台湾人民在1945年10月25号之前 已经取得 Emperor of Japan 也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受到国际法的约束 已经公开的承认了 下官条约 Treaty of Shimonoseki Treaty of Shimonoseki Shimonoseki Treaty 这是他的全名 叫做下官条约 看到前面 来一起念 他就会念 来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即 大日本帝国 大皇帝陛下 谁跟谁签约 清朝跟日本 签约 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 不知道的请举手 OK 谢谢 看一下 上面是不是写白紫黑字 再念一次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是谁 谁 清帝国的皇帝 是朝代 还是人 朝代 还是人 是人 皇帝是人 还是国家 还是朝代 皇帝是人 黄帝啊 他名字叫皇帝 他是不是人 我跟他说 不是人 皇帝是神 皇帝对皇帝 看清楚 皇帝对皇帝 这些国家 皇帝几个 一个国家 皇帝几个人 几个 一个 皇帝只有一个 那看到吗 大清帝国 这个国家 皇帝 跟大日本帝国 这个国家 皇帝 皇帝一个人 跟皇帝一个人 皇帝对皇帝签约 是清朝跟日本吗 各位 皇帝 跟皇帝代表 国家的代表法人 懂意思吧 像台塑集团 以前 公知法人是谁 王永庆 长荣集团 张荣发 懂意思吧 台塑集团 董事长 与长荣集团 董事长 签合约 签条约 签契约 是不是 王永庆 跟张荣发签 那王永庆是人 还是国家 还是公司 王永庆是公司 还是人 懂意思吧 王永庆代表 公司的法人 清帝国的皇帝 代表清帝国的 国家法人 就是国家的 代表人物 就是 效忠 被效忠的就是 清帝国的皇帝 日本天王 日本天王 就是日本帝国 效忠的对象 这 日本天王 皇帝对皇帝 签约 看到 第二款 奉天 这个在万国公法里面 就叫做什么 清帝国的 发源地 也就是万国公法 所讲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什么性质的土地 才可以割让 拓职地 殖民地 才可以割让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所以在1895年 4月17号签订下官条约之后 在5月8号生效 6月2号开始做交割 那奉天呢 在后来 遼南的返还的条约里面 那明治天王颁布什么 遼南返还的 造书 就是把 遼东半岛奉天 也就是这个地方叫奉天 割还给谁 清帝国的皇帝 OK 所以这个地方 日本帝国并没有拿下来 日本天皇没有拿下来 就还了 还给清帝国 台湾全岛跟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 也就是台湾澎湖列岛 从这里来 战争法里面 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那这里 台湾澎湖列岛 华山之际 他是台湾总督府 第一任总督 所以在1895年的6月2号 华山之际跟 李鸿章的第二个儿子 李金芳 在横滨湾这一艘船上面 点交了台湾 本岛 也包括了周边 三十几个岛屿 做交割 一个一个岛 点交 交给谁 日本天皇 所派出来的代表 华山之际 第一任的总督 OK 刚才范围也写很清楚 格林 格林尼茨 东京几度 到北围几度 范围也写很清楚 还有一个一点 尖格群岛 跟宇纳国岛 这概念 高级班 我在跟大家讲 为什么 尖格群岛 是属于 普洪摩沙 宇纳国岛 是属于 沃金尼茨 这个高级班 在跟大家讲 OK 台湾的完整主权是谁建立的 日本天皇 1895年的下官条 日本天皇 拥有台湾 他拿到了 但是这一片岛屿上面 并不是全部 因为清帝国 他所拥有的是 中央山脉以西 六个屯肯区 中央山脉以东 国民党的告诉他 这一炸沉到海里面去 后来才浮起来 对还错 错 因为这个法国人当时画的是 清帝国也就是清朝 他所统治的范围 就是这个地方 跟隔壁 那这边为什么没画 因为里面有高沙 高沙住在里面 也就是住在 山上的 FORMOSEN 这个岛屿上 要不要去分族群 没有必要 因为通通住在这里 DNA都是一样 M174 为什么要分 平地跟高山 没有必要 他们只是住在山上 同样是FORMOSEN 所以这概念要清楚 山上的范围 NO 你在讲人家范围的时候 用什么角度 你就是外国人 所以你才会称 这一片土地的人叫做藩 因为清帝国 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名称 说外国人 没有 所以他们直接用英文 直接翻 外国人的英文怎么写 FORMOSEN 所以清帝国的人 就直接用 翻这个字 来代表 外国人 那种懂了吗 所以 在讲这样翻的时候 各位 你是外国人 外来者 征服者 你不是本土谈人 这个 在发表 写文字的时候 你要去想 你的名分 你的立场 你的 本身 你是属于哪方 你是征服者呢 还是被占领方 要很清楚 所以 这个翻什么意思 就是 对方称呼我们 叫做外国人 所以在这边土地上 平地也好 高山也好 都是同胞 大家记得 不要有这种分 那个 高山 跟我们不同族 都是 同样地位 都是一样 差不多的 哇 怎么 分成这样 所以 大家不要有那种想法 高山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只是 住在山上 因为他们 很厉害 翻岛上来 然后在 日本军队 去外面稍微 小姐一下 头掉下来 有没有看过 那个什么 赛德克巴来 因为他们从 以前 三万九千 六百多年前 已经跟 M174 大家一起来住到 居留在 居住在这个 For Mosa 这片岛屿上 那因为 地狱的 住的地方 或是语言的 隔阂 所以产生什么 一些 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们讲他们话 我们讲我们的话 那产生族群的不同 但是我们的血脉 是一样的 这个观念要清楚 1905年到1915年 这个十年时间 为什么 日本帝国的军队 不是很强吗 怎么花十年 因为日本天皇 跟帝国政府 很爱护这片土地 所以他什么 怀柔政策 就是花十年的时间 因为当时他还想说 避免说 我们 日本帝国所 占领的地方 所持有的地方 会不会像奉天一样 他隔壁 中央山脉以东 是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帝国政府 他就什么 邀请美国的代表 一起来研讨 中央山脉以东 到底是不是国家 那美国代表就跟 日本的帝国政府 讲说 那个是部落 所以你可以透过战争法 战争的方式 什么 把它征服了 所以纳入管辖 十年 日本天皇 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 甚至什么 日本天皇 把自己的皇族 架 什么 跟 那个高沙的 那些部落的 竹岭 通婚 OK 那1937年 皇民化 说日本话 取日本名 那这个是 那个 万国公法的SOB 就是取得 土地 所有权 然后建立完整主权的 架构的时候 童话的运动 也就是教育 一般人 听得懂日本话吗 会不会写日文 陌生的地方 当然不行 不会 正常 当然要什么 透过教育 那教育这个名称 在当时有一个名称 叫什么 明化 所以叫做皇民化 我们是皇民 而且什么 皇民 是一句好话 好话 不是坏话 不要想让那些 流亡的中国人 讲说皇民 我们就感觉 我们被歧视 不要这种想法 我们本来是天皇的臣民 要很骄傲 全世界 世界 有皇帝 有国王的国家 等级 位阶最高是谁 日本天皇 所以你大概 用Emper 你去世界去查 有国王 皇帝的合照 日本天皇座在哪里 第一排 左边的第一位 这是日本天皇 专属的位置 英国女皇座 哪里 住中间 教皇 稍微 左边稍微一点 旁边一点 所以天皇 日本天皇 是世界 各国领袖 等级最高的 所以大家有一个观念 好 1922年2月6号 华盛顿的海军的条约里面 第19条 已经有提到 台湾是日本帝国的领土 OK 日本 英国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这就是当时 世界的五大 军事武力强的一个国家 1937年 皇民化 在1945年4月1号的时候 就是昭和天皇的陛下 在1945年的4月1号 那一天是冲绳的玉碎的日子 就是冲绳岛上面所有的军人 人民全部都战死了 因为麦克拉社接受 李米兹将军的建议 采取什么 跳岛战略 没有直接来攻台湾岛 因为台湾福尔摩沙这片岛屿 一手难攻 有两师的关东军 所以后来 中国国民党的占领军 来到台湾 他有没有带武器 没有 他的武器冲在哪里来 两师的关东军 所留下来的枪 跟子弹 他的武器 全部移交给中国国民党党军 也就是用 日本的关东军的武器 杀害 日本台湾人 跟琉球人 还有居住在 和平岛的日本人 所以大家记得 228是怎么发生的 2009年的4月7号 美国的联邦高等法院巡委法官 布朗判决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本土台湾人 仍然处于什么 政治联益中 就是选举 政治联益中 第四呢 台湾人在美军的军事占领当中 第五 美国司法 不要求 美国行政单位因主动协助原告的储求 原告是谁 也就是2006年16日4号 台湾平民林志生等 228名的 台湾民政府的本土台湾人 那个 名单在中央会馆 那个有个贬额 台湾民政府后面 一共有228名的名字 各位再慢慢去看 OK 所以本土台湾人有没有国籍 没有 这个本土台湾人 有没有包括蔡英文 不包括 高级班也会讲 OK 因为他效忠谁 中华民国 你效忠谁 已经跟你的名分没有关系了 那叫什么 精神外遇 懂意思吧 跟太太结婚了 然后 想着跟别人在一起 那是不是跟太太之间 婚姻关系不见了 用这样去理解 你就懂了 本土台湾无国籍 结果本土台湾人 去效忠 流亡的中华民国 拜拜 你就 没有第一条的条件 这个才是真正占领区 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 这个 这个logo代表旗是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代表旗 中间这个logo还记得吧 美国的武器 飞行器 它上面都有会这个 一个星星旁边有一个条 条吧 心条 OK 那 这边呢 我来介绍一下台湾民政府的代表旗 不能讲台湾民政府国旗 用词要清楚 这个banner 也就代表双方 台湾这边土地上有两种人 占领者 被占领者 征服者跟被占领者 被 这根据战争法分清楚 占领方就是美国包括什么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跟美国 就是蒋介石 国民政府 后来取代了汪精卫 成为中华民国的政府 所以 蒋介石接续 汪精卫的政权 所以中华民国跟美国是什么 同盟国 代表日本天王是什么 日本国旗 代表占领区 民政府的代表旗 就是台湾民政府代表旗 这是军事政府 这是战争法架构的代表旗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代表国家法人的旗帜 代表美国总统的美国国旗 代表日本天皇的日本国旗 这样有没有清楚 征服者 被征服者 占领者跟被占领地区的人民 有没有 有没有清楚 这个监呢就很清楚 然后各州的办公室跟郡的办公室 都会有那两面图 左边那一幅它上面会印两个字 日暑 右边那一幅彩色的 它上面印什么 美战 那怎么样去解释 这两幅图是 2010年9月8号在 台湾民政府在美国 华盛顿跟特区 办的酒会 美国代表 就是把这两幅图交代 说要参与酒会的 台湾民政府的代表 把这两幅图 带回来给谁 秘书长 那外面秘书长要看 跟他的研究论述很吻合 为什么 台湾这片土地上 依据国际法理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追求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我们不是追求台湾独立 大家清楚 台湾这片土地 已经有所有权 所有者 不需要 独立 那个课堂后再问 谢谢 日本天皇 保有台湾所有权 左边那一幅 我们不要看到日暑 暑日本 你只有讲一半 就好像呼吸呼吸一半 然后没有吐出来 你身体会不会舒服 不舒服 所以法理要讲清楚 看到日暑那一面土 你要想到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第一点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依据国际法理 我们不是自己编 也不是依据历史因素 依据文化因素 No 依据国际法理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左边那幅图 看清楚 蓝色那幅图 有一座桥 叫做二重桥 在现在东京的 黄居 它的地方叫黄居 为什么叫黄居 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地方 简称黄居 那台湾澎湖 保有台湾所有权的是谁 那两只鹅吗 No 是后面 桥的后面 远方 有一座宫殿 住在里面的人 保有台湾所有权的是他 谁 日本天皇 所以台湾民政府的主张 第一点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 保有台湾所有权 为什么保有 那个保是用意在哪里 没有危险 而且很确定 很安全地 掌握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就叫做 保有台湾所有权 会不会被人家拿去 会不会因为日本天皇 投降 对盟军 对美国总统杜允门 投降 以及接续到目前 美国总统川普 因此而失去台湾的所有权吗 没有 仍然在台湾的所有权 仍然保障 保有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这样各位懂吗 要不要担心 不需要 右边的那一幅图 现在美国总统是谁 川普 为什么没换 因为这是美国 代表在 2010年的9月8号 美国九月会的时候 送给秘书长两幅图 所以美国总统不需要换 当时就是欧巴马 担任美国总统 所以那一幅图美战 不要讲美国占领 我们学过初级班 高级班 甚至研读 新台湾论 把台湾民政府主张跟立场 牢记在心里面 甚至付诸行动的时候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要熟记 要落实在我们每天 面对错乱的 中国殖民 讯息跟新闻 要误导我们的时候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成为我们 唯一在黑暗的台湾 政治台湾的世界中 一盏明灯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 千万各位同心 学员要把它记在 心里面 要落实随时拿出来检验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所以占领台湾的中国台湾当局 能不能主宰台湾的未来 No 谁 美国总统 他依据旧金章和平条约 握有台湾的占领权 也因为旧金章和平条约的约束 美国总统 有责任 基于占领者 占领权力跟占领义务 要实现台湾地位的正常化 不管他从杜鲁门一直 交接到艾森豪 到后来雷根 到后续的 到欧巴马 到现在的川普 每一个总统他只要接了美国的国家法人 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握有台湾的占领权 权力有了 你也就要有义务保障保守 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平安 幸福跟什么 正常化的实现的愿望 所以这一点 美国总统应该要很清楚 那两次的官司 2006年12月4号 跟2015年2月27号 讲的这时候是美国的时间 那这些两个官司呢 也就名文列在哪里 美国国务院的网站 所以大家到美国国务院网站 你可以看 Roger Chesslin 也就是代表台湾民政府 来我们看一下官网 美国司法部的这名文件 已经说明了 Roger Chesslin 也就是代表 台湾Civil Government 来我们看一下 官方这名文件 这里有 所以一开始那个标题 来我们看一下 美国司法部与台湾民政府的往来信件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美国的司法部 Criminal Activision Offi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ashington D.C 就华盛顿D.C 看好 2012月July 31号 Mr. Roger Chesslin 林志森 英文名字叫什么 Roger 他是代表什么 台湾民政府的秘书长 Secretary General 台湾Civil Government 底下这个 华盛顿D.C 的代表处地址 OK 来我们看一下底下 Dear Mr. Lin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for April 28th 2012 Sharing your views on the legal states of Taiwan 感谢你在 2012年 就是和平条约生效日 分享 关于台湾地位的 法理论述 就是 美国司法部的一个感谢信函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Mr. Roger Chesslin 也就是台湾Civil Government的 Secretary General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 官网首页 我们回到官网首页 我们看到最上面 来 往下 没有 往上 往上移 往上移 没有 底下 底下 我们看一下底下好了 再卷上去 卷上去 上 好 来 好 继续往上 我们看到很多 有没有 很清新 这都是中华民国当局 办不到的事情 我们跟美国副总统 参续 OK 还有 美国的妇女会 来往上 还有什么 那个 Nigio Fragge 往上 来看 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 拿到黄色三张 蓝色两张 橘色三张的那个 入场圈 来 往上 继续 来 OK 往上 有一个 来 我们看在上面 这个 点进来 OK 往上 这里 Roger 谢斯林 有一期 那个初级班的同心 有问说 上面怎么没写 台湾 Civil Govern 看清楚 16-5149 Roger 谢斯林 就是代表 Secretary General 台湾 Civil Govern 所以这个就代表台湾民政府 包括谁 Julian T.A. Ring 也是代表台湾民政府 因为3月12号 MU桑夫人 在华盛顿DC的 国际技术俱乐部 发表了一个 谈话 这个谈话的内容 有机会再放给大家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回到首页 看那个3月31号的公告 这个 这个 往上移 美国高等上诉法院 3月30号公布 林士生等第二次控告 美国跟中华民国案的结论 裁定文对双方没有任何 苏翰颖的判决 这一点里面 有一个里面 他说 原告所指控 关于人权的被侵害 从1946年那一刻到现在 已经过了70年余 而美国对侵权行为的 有效追溯期是 3年 因此原告指控已过 有效追溯期 故驳回原告主张 法院应做出宣示 判决的必要 各位 刚刚讲师 有没有跟各位分享 台湾战争史回顾 有一篇论述 日本的牡丹社事件 有没有 OK 国际战争法的战争罪 有没有追溯期 有还是没有 有没有 没有 他是不是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的 司法争议 不是 因为这是国际战争罪 还记得吧 刚刚讲师也提过了 前德国纳粹的女兵 九十几岁了 因为她被查到 是在二战的期间 屠杀犹太人的 纳粹 组织里面的军队 女兵 被查到之后 依然要依照 国际法庭所判的战争罪 入狱服刑 前撒尔维亚的 一个人 他也是一样啊 因为战争罪的原因 科索沃的事情 他也必须伏法 死在监狱中 战争罪 永远没有追溯期 那美国高等法院 他讲的 对侵权的行为 有效追溯期 什么叫侵权行为 某某人的著作 非常畅销 我把它改成自己的名字 可不可以 这个就是智慧财产的 侵权 公司跟公司之间 有商品上的仿貌 是不是侵权行为 是侵权行为 追溯期多久 三年 但是中华民国 到在1946年1月12号 根据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所发的 节餐制定 1297号训令 擅自越权改变了 占领区 本土台湾人的 大日本帝国的国籍 这是不是 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战争罪 很清楚 四条名列 它代表第二条的 罪状 第一条是什么 ROC在1945年的 10月25号 把交战国 军事战营日 在战争法 正确的定位的日子 宣告为台湾光复节 这是中华民国当局 所犯的战争罪的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改变 占领区 人民的国籍 战争罪 有没有追溯期 没有 所以这 很清楚 所以当然 台湾民政府在90天内 要采取行动 要上诉 美国的最高法院 美国地方法院 它当然 没有权限 但是 美国的高等法院 已经把这个 已经说明得很清楚 对台湾民政府来讲 有很大的胜算 因为我们举的例子 都是法理 都是条约内容 让美利坚合众国 跟中华民国 无话可谈 也就撤销了 辩论庭 那这个追溯期 其实是表达 高等法院对于 这个案件的一个立场 他能宣判的是 一般对侵权的行为 所以战争罪 他有没有提到 没有 OK 那律师 Chas Kam 对高等法院支持 地方法院维持原来 做法反驳的理由 就是反驳 他宣誓性的判决 这个诉求被驳回的一个理由 实际上 每一个国际性的法庭 都是透过对违法行为 宣誓性判决来解释争议 并依赖 所有涉入国家 能依照国际法来 组织其非法的行为 因此法院做出宣誓性判决 实属必要 必要的事情 这个官司 大家拭目以待 来 我们看到首页 来 我们往上移 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 来 这个 彭斯 来 我们点一下看 麦克兰斯 进来要安检哦 很像 来哦 非常好 请快丝对 去的礼物 我听个人 我听 我听到 我听到 你咱 你太 我听到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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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面的PowerPoint也寫得清楚 Vic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在這上面 他有個簡報 就跟我們上課一樣 有個簡報系統 Vic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的副總統有幾位 跟剛剛那個 馬關條語一樣 大清帝國皇帝幾位 一位 美國副總統有沒有假的 有沒有叫一個臨時演員來替代 美國會不會做這種事情 各位要有一個清楚的認知 在美國的政治社會裡面 你在外面 怎麼樣亂做都沒關係 但是唯一一點 你只要說謊 不誠實 你這輩子就完蛋了 美國副總統 很清楚的標明 這個美國副總統 我也還有別人嗎 所以網路上 當然我們看到一笑自知 我們不用浪費太多時間 在這些網路的爭論裡面 法理就是法理 真理就是真理 沒有人可以反駁 他要反駁他的事情 代表什麼 他的無知 就算了 我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我們要把法理宣揚 大家有正確觀念 法理至上 我們是不是跟中華民國接政權 不是 我們要跟美國軍事政府 接替他的權力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從美國軍政府接政 我們不是跟中華民國接政 所以法理至上 我們不要跟中華民國當局直接對抗 今天演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